下面呢同样 你已经成为了全新的挑战者了 请开关键词版 以我HR精准的眼光呢 一般我是不会放过 垫底辣妹这个关键词的 而且在一战道底这个舞台上 你说自己垫底 还来参加比赛 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你要把她选出来吗 选垫底辣妹 来 请揭晓 她就是名人堂 这个关键词应该是属于名人堂的徐琪 她是不是呢 请开 有请垫底辣妹出场 我信你给我管 徐琪月 充分说明一件事 徐老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字叫垫底辣妹 对啊 我是一名初三的语文老师 那么我现在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帮助和鼓舞每一个后进声 让她们充满自信地去面对学习 那么垫底辣妹是这几年 比较火的一部日本电影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 在学校里面垫底的妹子 那么她通过老师的鼓励 最后考上了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 这个故事我会放给我的每一届学生看 而且我会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 就是说你不行 你要相信自己 因为我就是一个老师 我能够帮你成功 帮你解决垫底辣妹的问题 原来是因为一部电影 来鼓励他自己的学生 对对对 我觉得徐老师给人的感觉 就特别亲近 如果是他的学生 我都想跟着他学习 而且徐老师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明人堂 对 如果说今天站在这里 我和徐琪就好像鸣叫的 这个光明左右时 我就是风流倜傥的胖藤月 然后徐琪老师自然就是那个 武功高强的范瑶 那么我们光明左右时 将要守住明人堂中的光明顶 你可以向明人堂快点冲击 但是不会那么简单的 好的 徐老师 我觉得你作为明人堂 就是一个让奖金奖品分配的按钮而已 哇 下面答题挑战 起讲开始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我国天气预报中常提到的冷空气 一般源自哪里 我们从天气预报经常听到 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其实它是来自于北冰洋 我国最大的商品性大豆 和出口大豆生产基地 位于哪个区域 当然是肥沃的黑土地 东北地区 蜜蜂中的蜂王是什么性别 蜂王只有一个 它是一条蠕动的毛毛虫 雌蜂 虽然穿下脚全身有领甲 但是它们没有哪个器官 没有牙齿 漫威新电影《雷神四》中 哪位女星将出演《女雷神》 是我超爱的演过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 纳塔利波特曼 哪位女演员将在电影《中国女排》中 饰演郎平 她为了演好这个戏 我最近还看了报道 天天抱着排球 拱力 历史学家巴特尔斯 曾称白雪公主的历史原型 出生于欧洲哪个国家 奥迪利 德国 用掉了一次容错拳 答题继续 吃生肉的人是殖民者 对哪种美洲原著名的称呼 爱寂寞人 满威都所创办的六座官复博物馆中 都有一只什么动物担任馆长 她是一名有名的蝉屎官 所以是猫 因为生理指标与人类相似 每种动物的器官 目前被作为一种器官移植的首选 我知道 肯定不是星星 猪 意为军中战友的袍泽一词 原本指的是什么物品 你看袍子的袍是一字旁 所以是外衣和内衣 金融笔下为平息帮派内部纷争而决定 一年穿脏衣 一年穿静衣的是哪位人物 盖帮 洪气功 人的五感中哪个感觉反应最快 是味觉 因为我们的味觉上面的神经元 神经分布非常密集 大脑在进入深度睡眠后 五感中的哪种感觉会变得最迟钝 根据我自己睡觉的经验 嗅觉 意大利面酒煮不烂是因为它使用了哪种品种的小麦 我还真的知道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做意大利面的 是杜兰小麦 2019年最新公布的火炉四子 包含重庆 长沙 武汉和哪个城市 南京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南超 南超 失误了 这个得说明这个知识储备得实时更新啊 否则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温故而知新 其实徐老师只是在一战到底 再次跟大家上了小小的一课而已 掌声欢迎收到 好 拜拜 好 也让我们恭喜洪佳音 你打败了我们的《迷人堂》选手 所以你的奖品升级 变成了人工智能LED电视 恭喜你 啊